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在拍卖网站看到有人在出售 三年前非常火红的瑞碟品牌 Ghost S1全铝合金ITX电脑机壳 但是在出售文中说是全新原厂福利品 总比大陆淘宝复制品品质会好很多 而且价格也不贵 才1000元就能入手 所以我也买了一台来组装挑战一下 但我也必须告诉大家 组装这台8.5公升ITX主机 我又多花了5000多元来给它买了一些适合用的零配件 它是不太可能一到手就能组装 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规划 说白话点 就是组装越小的ITX电脑主机 所花的零件钱 绝对没有比大台桌机来得省 有时反而更贵 别看S1小小一台 当我组好全部配件后 整机重量高达6.1公斤 光用一只手在光滑机身表面 一般成人是拿不太起来 连用两只手拿 你都会觉得它很沉重 所以在搬运时要多小心 免得掉落砸伤自己的脚 那开始来介绍我用了什么零件 组装到Ghost S1上面 首先是在显示卡安装方面 我是使用上次购买的冷房矿卡 维新AMD RX580 8G 红龙卡 目前这张装上去后 剩余空间大约只有2指幅约4公分大小 它的显示卡安装空间大约有30公分可以来塞用 所以在显卡长度选择 最好能短 不要长过一定塞不下去 另一个重点是显示卡散热风扇 是越平面没有特殊角度造型越好 除非你不打算盖上侧板使用 不然盖上侧板后 它离散热风扇距离都还不到一个手指头的厚度 大约只剩0.8公分的空间 如果你让它太接近侧板 可是会产生很大的风切声 使用上会有点吵 由于这个空间限制你的显卡 最多只能选择双槽位 如果你的显卡是3槽位以上的高阶显卡 你就别想太多要安装上去了 接着是PCIe 4.0 显示卡延长线 由于显示卡和主板是相对隔壁邻居设计 这条显示卡延长线 我特地从大陆淘宝买回 而且在其他组装过的人推荐要买 长度在18公分最完美 这条我从大陆淘宝买回来 大约运费和手续费加一加售价 差不多要台币1000元就可以解决 延长线的形式是要在上方插主机板插槽 要选反方向倒插 在组装时插上直上就可以 在下方插显示卡经手时 刚好是反方向向上插上安装 所以在订购时千万别选错规格 可是会在安装上搞死自己 而在CPU散热器 我是选用利民下吹4 AXP120 X67 因为这次我使用的CPU是12代i7-12700K TDP有125W 所以这散热器能选越大颗是越好 而且X67也已经是S1下吹式散热器安装上线 装上去会一点卡到风扇固定钩 但只要盖上上盖大力推一下就可以勉强盖上去使用 也因为只差一点距离盖上后 结果也造成上盖内侧有很明显的刮纹留在上面 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啦 不然就是换功率小一点CPU和小一点下吹式散热器来使用 就能避免这问题发生 而散热器片我是转了180度 和原厂说明书指定安装不同方向 如果照原厂指定方向安装 会盖到记忆体和24PIN供电插头 让安装和维修会非常的不方便 也因为不同转向 我的风扇是完全没有盖在散热器片上面 有1⁴刚好在外面也能顺便帮记忆体散热用 所以要怎么安装就看个人喜好去设定了 电源供应器我是选用EVGA 650W金牌SFX全模组化规格电供 这也是我目前找到大厂价格又不贵的SFX电供 而且它附的电源插线 有一长一短供你选择 对你在组装超小空间的ITX主机机壳真的帮助很大 连24PIN的电源插线也只要转一个弯就能顺利轻松插上 一点也不会卡卡 但这么贴心考虑周到的电供 反倒是让我白花钱买了一堆要来修改电源插线工具和端子插头都没有用上 真的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啊 好 那组装零件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开机测试一下 这Ghost S1 ITX电脑小主机效能在哪里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18度左右的台湾春天 而在开完机进到Windows 11系统后 S1的主机噪音大约会在41-43分贝还算满安静的 接下来用IDA64单烧FPU和4Mark显卡双烤来测试看看 目前在印太B660GTN主机版最大CPU电压可以给到1.25V 此时立名X67下吹式CPU散热器 可以把i7-12700K压在80度上下还算可以正常使用的范围 CPU package大约在107W上下 大约在4.7G 小约在3.6G 这台Ghost S1 ITX小主机性能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如此好的表现 你也必须要接受它高达58分贝风扇风切噪音 虽然说在玩游戏的背景音乐可以覆盖掉一些噪音 但效果也有限 它就是如此接近在你身旁 真的很难忽略它的风切噪音 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最后显示卡RX580 8G在烧卡后能在S1维持在76度上下 还算蛮凉快 但如果你使用更高阶显示卡 可能就要在自己多加个3-5度上去 自己评估一下实际使用状况 接着是3DMark Time Spy跑分测试 最后得分有4948分 真的有够低啊 完全被显示卡的低分拉下来 这也没有办法 RX580 8G的效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但也还好在实际游戏游玩中 在地平线5游戏画面帧数有90-100帧 还算流畅不卡卡 在比较要求显示卡效能的2077游戏画面帧数 勉强能维持在35帧上下 还算能玩的等级 但我还是要现实的提醒你 在桌上这一台S1风扇风切噪音 也高达60分倍上下在那里无时无刻的干扰里 玩游戏的专注力就看你个人的功力和定力了 接下来是R23的跑分 在立名X67下吹式CPU散热器 应该是压不住i7-12700K的热情 一直往100度的目标冲啊 而最后得分是多盒有21436分 当盒有1670分 接下来再看一下Geekbench 5的跑分测试 最后得分有当盒有1949分 多盒有13627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一台S1 ITX小主机 差不多是Mac M2 Pro版本等级 我也试着用Final Cup Pro一次放上6个1080p的影片 在剪辑轨道上不让它渲染直接播放 是可以顺畅不卡卡 最后我尝试再多加更多1080p的影片 轨道大约加到第10轨 只要有先渲染运算 它是可以顺畅的播放 相反的如果让它为渲染跑 就会出现卡卡跳格播放 所以换串成4K 差不多也就是能剪3-4轨的4K影片 但再次老实说一下 只要你能接受前面这一台S1的56分贝 风扇风切噪音 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 不然在这全程长时间剪辑影片下 没有带耳机 真的会让人很烦躁 无法专心剪接影片 那以上是Ghost S1 ITX 小主机的实际评测 整体实测下来 只要你的电脑零件 别选太高阶和发热量过大的 组装后放在你的桌上使用 观看它美丽颜值和高质感的外表 真的让人心情舒畅愉快 这也是你买它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千万别让它狂暴起来 它的风扇狂转风切噪音 可是会让人想把它踢得越远越好 真的吵死人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Ghost S1 当成一台文书电脑使用 它的全铝合金机身高颜值和金属外壳质感 几乎是人见人爱 让人爱不释手 可是让它超过工作高负载下 它的风扇风切噪音 可是会让人叫它有多远滚多远啊 所以对于Ghost S1的使用定位 你一定要抓清楚方向 免得在往后日子使用起来 让它的角色定位真的很尴尬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是对这一类ITX电脑主机的爱用者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你对ITX小主机的使用心得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